天天旅行不工作 你们是不是富二代 旅行的钱都是哪来的 今天就告诉你答案 我们的职业就是可以一边旅行 一边赚钱的旅行博主 这个职业虽然玩得很爽 但是真的超级累 而且压力特别大 刚开始了前半年 用心拍的视频没人看 更谈不上变现 当时也是非常迷茫 1300天 22万公里 平均每天要驾车170公里 自学摄影 剪辑后期 然后背着相机无人机四处拍摄 还要经常熬夜洗脚本 剪视频 一年365天 最少有300天是在车上生活的 坚持下来的成果也很显著 粉丝量也腾腾的往上涨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再加上之前熬夜赶稿 剪视频 开夜车 不断透支身体 这样时间长了 身体就逐渐跟不上了 每天疲惫不堪 无精打采 白天都经常犯困 但我们才30多岁 想想这个年纪还是最有精力 该拼搏的好时候 不能让自己这么一直放下去 然后我们就开始调整作息 也听人建议 开始补充营养 当时做了很多的功课 最后在朋友的推荐下 发现了这款提升精力的好物 善存人参壁族精华粉 不同于一般提升精力的营养补剂 它可是运用先进工艺 提取东方人参的精华 每一类都含有七种活性人参造肝 温补元气 而且粉质特别细腻 不仅好吸收 中期结合 还不用担心上火 很适合长期吃 除了人参精华之外 还形成六大壁族卫生素 对我们高强度工作 缺乏活力的人群很友好 B族可是可以提高代谢 提升精力的这个 而且这个也是澳洲爆款 善存品牌也很有名 专业做维护营养品四十多年了 吃着也放心 我现在每天早上来一粒 感觉活力满满 精神一整天 想要成为一名好的旅行博主 除了要有输出大家喜欢的旅游内容的能力 能走遍天下的爆棚精力 也是必不可少的 世界上从来没有完美的工作 只有热爱和努力付出 才会让你有满意的回报 我们下期再见